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企业数据安全管理这个话题 我来自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数据库事业部,花名千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简称DMS,是一种高效、安全、全面的数据库开发工作环境 提供免安装、免运为、即开即用、多种数据库类型与多种环境统一的Web数据库管理终端 目前已经支持Masirco、SQL Server、Postgre、PolarDB系列、DRDS、Oceanbase、Oracle等在内的关系型数据库 Redis、MongoDB、MamiCatch等Losirco数据库、ADB系列的数据仓库等一共超过25种数据库类型的统一管理 除了云数据库,我们也支持ECS、IDC等环境自建的数据库、友商云上购买或自建的数据库 其中,IDC友商环境的数据库可以通过VPC专线、VPN网关或数据库网关实现内网的安全访问接入 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DMS进行了一次大的迭代升级 产品升级后同时提供了三种管控模式的使用支持 可根据实例对应的不同应用场景来灵活选择使用 其中,自由操作主要适用于管控诉求较松或无管控需求的环境 一般为单个用户使用 稳定变更主要适用于对稳定性、持续可用性要求较高的环境 一般为小团队或多人协同 安全协同主要适用于对数据安全要求严格 对研发流程、变更流程要求严格的环境 一般为企业生产服务相关使用 重点在合规性上 那我们一起看看各个管控模式的功能简介 自由操作包含了所有DMS基础功能 稳定变更在自由操作的基础上 主要增加了无所表结构变更、无所数据变更等保障稳定性的功能 与部分功能预值的一个提升 安全协同是我们今天主题构建企业极致数据安全管控的基础 重点在数据的访问安全、变更安全、研发效能上 做了众多新功能的一个提供 那接下来我们先从数据访问安全开始 具体看看如何构建企业机制的数据安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依靠传统的DBA或者是运位单点响应 所有人员对数据库的访问请求已经是极大的瓶颈 也变得不在现实 但是依靠数据库原生的账号权限管理努力 众多数据库类型只支持最细到表级别的授权 如果按照最小授权原则 不同人员访问不同数据库 就需要在数据库上建立众多的账号 一旦这样的话 那么势必会遇到人员转岗离职等情况 权限无法自动有效的回收 因为账号一旦给出去 有可能被用于直接访问生产服务的代码配置 那么直接回收的话 就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了在线的一个生产服务 但是如果不回收 不更换 肯定也隐藏了数据泄露的一个风险 极其容易出现人员离职后大量数据泄露 尤其是敏感数据泄露等问题 那么是不是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相比较于传统数据库访问方式 在数据库上创建多个账号的管理 TMS提倡统一数据管理入口 仅需要给DMS创建一个专用的数据库账号 避免所有人员直接接触数据库的账号密码 所有访问都通过产品按需申请 开通后进行一个使用 在这里我们支持的是库表 字段多种权限的一个对象力度 同时呢也支持查询导出变更多种操作类型 进行一个组合 支持最细小时级别的一个灵活授权 满足各种场景 比如项目合作排擦问题 可能只需要临时开通一个小时 那么开通一个小时的权限 在到期之后系统会自动回收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结合安全规则的配置 对Circle语法影响行数等各方面都能够有效的拦截 进而保障数据库的服务安全 关于安全规则 咱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进一步的介绍 这里暂时不做展开 通过DMS的系列度权限管控 同时也能满足安全合规需要 定期更换数据库账号密码 但不影响任何人员的一个使用 也不必担心更换之后有未知的一个风险 因为这里的话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建立一个专用于DMS的一个账号 那这样子的话 也不需要与其他的一个 存在使用方的沟通的一个成本 那到这里的话 可能大家想问 是不是只支持云账号登陆DMS呢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的话 企业预账号呢 也可以通过阿里云用户的SSO 来对接使用 直接以预账号的方式来访问DMS 那目前的话 我们通过OpenAPI呢 能够支持员工入职离职账号的 一个安全自动化管控 在人员入职环节中 可以增加账号的创建与授权 在离职流程前 至一个账号的一个回收清理 借助于产品 规避人员 直接接触数据库的账号密码之后 我们同时还能够基于 这样的一个账号联动体系 把人员在离职之后的账号权限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及时回收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运为人员也无需到数据库上 频繁去调整账号 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最佳时间的一个参考 可以大家了解一下 三库跑路到今天呢 不再是一句玩笑话 而是真真实实的发生了 那么针对这种三库跑路 数据泄露等恶性事件 除了平时人员的一个管理之外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数据库 操作的管控层面来做一些杜绝呢 当然肯定是可以的 通过DMS有了统一访问入口的 一个权限管控后 企业里面所有的用户 对数据库的一个请求 都从产品里面发起 可以经过健全 与法教业 访问规则 还有效的保障企业的数据安全 与数据库的服务安全 那么在数据访问安全上 我们可以控制每次的一个查询 返回行数 每天查询的返回行数 以及每天查询的次数 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设置 从而规避暴力脱库现象的一个发生 那目前的话 在阿里内部 我们对生产环境的数据库实力 一般控制 单次查询行数上限为200条 测试环境数据库 一般是控制在上限500条 那每人每天的话 总的查询次数是2万 每天查询的一个总行数呢 最多也就是20万这样子一个发值 或者说有些企业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每天只能够查个100次 总的返回行数只能有1000条 这个的话可以根据企业的一个需要 做一个灵活的一个调整 同时在数据库房服务安全上面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控制 每次查询的一个超时时间 包括我们每次查询 全表扫描大表空间预知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有效的规避慢查询 拖垮数据库现象的一个发生 一般的话 我们默认实例的查询超时时间是60万 但也可以根据绘画 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 比如我们在双11大触期间 会设置查询超时时间为5秒 超过5秒就自动取消查询 避免峰值期间的一个负载叠加 对大表的全表扫描 我们一般设置超过10个G 就不允许走全表的扫描 只要执行计划走不到索引 就会拒绝 那但这里的话呢 也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会根据 企业的一个特性来设置 比如有些企业可能超过100兆 就不允许做全表扫 那这个是可以根据业务来做灵活的调整 另外 基于前面介绍的细地图权限管控 最小权限授予使用的管理原则 企业内不仅可以规避不必要的敏感数据接触 同时对高危操作的这种删库删表动作呢 我们通过语法的层面也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拦截 那接下来数据的这个泄露的话呢 尤其是敏感数据的泄露将直接影响企业业务的发展 针对以往的数据泄露事件有发展 我们做了一个分析 常见的除了黑客攻击以外 更有超过50%以上的数据泄露事件 是由于管理不上导致的内部人员 或者是数据库信息被公开而产生 那对于用户个人信息 银行卡号 身份证号 手机号 地址等敏感数据 我们如何做到有效的识别 有效的管理呢 在成千上万 甚至是上亿的数据字典里 怎么快速有效的识别 定位到敏感信息进行分类管控 目前DMS产品类借助数据保护伞 支持通过规则扫描字段命名 或者抽样少量数据内容的方式 进行一个分裂识别打标 针对打标好的敏感 机密字段又有统一设置加密算法 那么在查询的时候 即使是有了库表权限 针对此类字段 还需要额外申请字段的权限才可以使用 否则对应的字段就会被加密 无法被作为查询条件使用 那这里的话 我们有一个示意的一个截图 如果说有这个敏感字段的一个名文权限 那么它的数据显示会跟其他普通字段一样 如果只有这个敏感字段的半托名权限 那么这个数据就会通过加密算法 被加密 仅显示未被加密的少量数据 那如果说这个敏感字段完全没有权限 那么整个字段全部会被信号标记 右侧的话是我们产品当前实现的一个示意图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在企业里不同的业务之间的差异 甚至是同一个业务不同环境上的一个差异 在管理上都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诉求 那传统方案可能更多的是企业类一刀切 那么势必会对有一些的业务呢就太严格 有一些业务呢又不够灵活 竟要影响到整个的一个研发效率 那么今天通过DMS的安全规则 我们可以支持企业类 最细到单个数据库实力级别 制定不一样的设计规范 研发流程 操作规范 与审批流程 比如每个业务新建的表 都需要以业务缩写的一个前缀来区分识别 那键表的时候A业务必须要有自征组件 ID以及Gementic Rate Gementic Modified等时间字段来标记 记录的创建与最后更新时间 并且每个字段都需要有注视 但是B业务上的话 可能要求的创建跟更新时间 就变成了Created at Updated at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字段命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两个安全规则来实现灵活的一个支撑 A业务和B业务相互不需要强套到 另外一个业务的规范上 这里额外提一下 目前DMS 类置了阿里巴巴内部运行的安全规范 同时 企业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规范 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 通过我们支持的一个DSL语言 有一个有效的扩展 这里凡是不满足规范定义的操作 DMS均会拦截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审批流程 跟审批节点的一个灵活定义的一个截图 这里的话大家可以按需 来做企业内的一个节点的一个定义 那前面的话我们已经介绍了细立度的权限 Circle请求 敏感数据 安全规则 这几个数据访问安全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访问安全最后一环的操作审计 在合规前面前 所有行为都要有据可循 有据可疑 那么通过DMS产品内的每一个操作 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管理员 安全管理员 随时可以通过页面 或者OpenAPI的方式 获取进行到分析 合规审计 或问题的一个排查 这个记录在企业上市的合规审计 包括IT类审等环节中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下面我们 这个页面呢 是一个我们当前实现的一个截图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说完了数据访问安全的各个解决方案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数据变更安全上面 我们又提供了那些解决方案 代码上线后 线上服务异常 无法访问 相信很多业务都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而此类问题一般是新代码中 包含了没有建立索引的circle 那么是不是可以在发布前 把所有的circle都审核一遍呢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目前DMS提供的circle审核 支持多种格式的circle文件提交 系统自动审核识别 无所影circle circle注入 不合规circle 并给出建议 这里需要提议上 如果是表结构的变更 或者是线上数据的初始化 配置数据修改 等分别是通过 产品类的结构设计 数据变更 工单提交就可以 此处的核心场景 是用于代码里的 增商改查circle 语句的提交审核 而非已经明确的 单次的人工操作语句的 一个提交审核 那这里的话 大家关注的circle 在代码仓库提交之后的 一个自动提交能力 连动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目前产品正在通过 OpenAPI的体系来建设 预计的话 大概在五月份发布 对于以上线的业务 迭代维护更新表结构呢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 非常普通的一个现象 那么对于EU表的变更 如果产生锁表 等影响业务的行为 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在MASCO 5.6开始 已经有部分操作 支持了OnlineDDR 但官方原生支持的语法 不是很全 同时呢 由于在变更期间 背库并行的复制 会降为串行复制 从而导致阻备延迟 并且无法覆盖到 早期的一个版本 那么此外的话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 高并发场景 会遇到写入的 见值冲突 那这个的话 只能够通过从事 没有官方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 生态的一些 成熟的一些工具里面呢 我们也有开源的工具 支持了不锁表结构变更 但是开源工具呢 还是存在一定的上锁门槛 不是任何人都能够 直接用起来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 DBA的基础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DMS目前提供的 不锁表结构变更能力呢 可以针对于 MASAC的各个版本都支持 并且规避了原生 OnlineDDR 会导致的 主被复制延迟问题 包括MASAC 原生会遇到的 重复建置写入冲突 这种呢 都是一一做了规避 同时 基于云环境的 生态联动建设呢 通过DMS 实施的不锁表结构变更 不会导致 DTS表级别的 复制链路的一个中断 但这里要注意 表级别的复制链路 DTS需要是 在2月14号之后 有过重启 或者是在这之后 启动的链路 才能够支持 当然这个能力 目前呢 也还有一些局限 由于需要拷贝表 再进行日志监听与回放 变更期间会对数据库 进行稳定性保障的 调用流控的一个管理 如果数据库负载高 或者出现延迟 则会放慢速度 所以总的变更时长呢 还是比较长 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的 可以选择开启 默认这个选项 但如果说对变更时长 有特别强的一个需求 那么可能也可以开启 就是用MASCO原生的 这个布索表结构变更优先 如果原生的 无法支持 那么它自动的 会使用到我们的一个 DMS布索表结构变更 目前的话 支持的是MASCO与PolarDB MASCO两种数据库类型 使用入口可以是结构设计 也可以是普通的数据变更工单 或者是Sircle任务 这里需要提的两点是 普通数据变更工单里面呢 要开启DDL语法的一个 安全规则放行才可以 Sircle任务的话呢 目前只支持管理员 或者是DBA同学 直接在系统管理提交 普通用户是无法使用的 那解决了EU表的 结构变更问题后 更常见的 还有EU表的数据更新问题 尤其是大批量的数据更新 比如历史数据清理 bug导致的临时 大量数据修复的 往往此类场景 不一定在更新条件上 存在已有的索引 即使存在索引 也不能一个Sircle下发 直接执行 因为有可能会遇到 日志过大而失败 造成回滚 或者数据量过多 导致上升为表锁 影响到正常业务的 一个更新写入 甚至也有可能 表上没有组件 导致更新下去之后 被固出现大量的延迟 那么这种时候 怎么有效平稳的 把数据更新好呢 通过DMS的不锁表 数据变更 我们目前可以支持 无锁影Sircle 自动转为 通过组件或者唯一键 分批扫描 分批执行的方式 以锁影高效执行 配合稳定性的绘画检测 与绘画缓冲 变更期间 对数据库的整体复载呢 大概会增加10%左右的CPU开销 但其他的负载呢 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这里需要注意 使用的有一个前提 就是表上有组件 或者是唯一键 那么这里就回到了前面说的 安全规则 在表结构设计规范里 一定要新键表 设计组件的一个重要性 同时这个方案呢 具有一个普世性 所有的业务都可以使用 可以有效地规避 原来每个业务各自写代码 去进行数据更新的现象 毕竟黑屏代码的一个处理呢 除了不同研发同学 都需要重复投入去写 同时呢 也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前面讲了数据备份DBS 咱们可以秒记RPO恢复数据库表的数据 那么在没有做备份计划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数据的异常 有没有快速恢复的方案呢 当然是有的 针对MASACO POLO MASACO 目前我们提供的数据追踪 可以追溯指定时间内的数据库 实力上的BNOG日誌 从而实现快速回滚语据的生成 比如人员失误更新一个Sircle 但是Sircle条件后 漏了一部分没有带入 那么更新的数据 其实就已经不符合预期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快速的 把数据进行一个恢复呢 通过DMS的数据追踪 只需要提供出现异常的时间段 数据库信息 表信息即可自动追踪 并且提供立项Sircle恢复语据 不需要技术门槛 即可快速恢复 相比于找到DBA 在上服务器手工捞取BNOG日誌 解析再拼装出来回滚Sircle 除了技术门槛的要求以外 整个链路的时间也将大大的缩短 毕竟一旦出现数据误删 误更新 恢复时长 直接决定了业务的受影响程度 早恢复一秒业务 影响就会减少一秒 此外 数据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资产呢 这里我建议 如果是非程序的更新 通过DMS的数据变更工单 提交 我们会提供语法的正确性教验 影响行数教验 同时还可以通过安全规则 指定不同的影响行数 不同的语法 实施不同的审批流程 进行二次教验 并且在执行的时候呢 默认可以开启备份 如果出现异常 通过备份能够快速地进行一个恢复 但如果不是在工单里执行 或者是工单在执行的时候 没有开启备份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通过数据追踪 我们能够快速地找回进去的一个数据 但长远来看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结合DBS 进行一个周期性的备份计划管理 以上是变更安全相关的几个解决方案 那么有了层层安全管控 是不是意味着数据库使用起来成本很高 是不是会降低大家的研发效能 答案当然是不会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研发效能相关的解决方案 不同的用户在产品内 承载的角色不一样 职责也会不一样 通过管理员采购资源 设置人员角色 DBA与安全管理员定义操作规范 普通用户 按需申请开通各类权限 提交工单 可以形成清晰高效的流程闭环 这里举个例子 相比于人肉沟通设计规范 今天DMS类DBA可以提前配置好 不同业务的设计规范 研发人员自助在开发环境 进行表结构设计时 产品会自动的引导与约束 设计出来的表结构 一定是符合企业要求的 从而避免了 到提侧阶段 在反攻设计开发的一个现象 同时有了研发自主设计的 满足规范的表结构 也可以自助申请发布到 预发生产等各个环境 DBA可以通过 事先设计好安全规则 低风险操作 比如说创建表 可以只需要业务的负责人审批 就可以通过进行执行到线上 对于高风险操作 比如说修改的表 大于了10个G 那这种加签DBA 作为高风险的一个动作 来做审批之后才可以执行 那差异化的一个流程呢 可以有效地去提升 咱们的一个研发效能 这里再扩展一下我们的研发协同 在不同的项目里 不同的迭代需求 更新同一个表 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那么变更先后和发布先后 就有极大的关系了 在以前的方案 不管谁先变更 可能都只能先让路给 最先发布的需求先上 那么极有可能要回滚 已经变更好的一部分结构 甚至包含里面的一个数据 那这里意味着测试数据和结构 都需要再次构建 那么今天在DMS上结构设计呢 我们可以支持 字段级别的一个锁定变更 不同工单之间 对同一个表的不同字段 可以同时发起变更 在发布时 仅发布当前工单内 变更的那一部分内容 相互之间不影响 也无需介入 更不会造成回滚 影响到研发进度 最后 在数据驱动商业决策的今天 便捷的数据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地了解业务现状 做出未来市场方向的预判 但是在分库分表 微服务化之后 数据散落各处 是不是一定要搭建 离线数仓汇总数据 才可以进行归一的分析呢 答案是不一定 如果是少量的数据 关联分析或者汇总 今天可以通过DMS的跨库查询 迪搜口来实现 通过标准的搜口接口 支持多种数据库类型 同构异构的一个实时 招引分析 同时 ServeList的话呢 也无需关注到计算资源 针对一些周期性的日报 周报月报等 也可以通过DMS 速仓开发里的任务编排 来轻松实现 这里我们扩展一下 关于速仓 速仓的话呢 我们这里实现的是一个 低门杆的在线速仓 通过DMS已经支持的 各种关系型数据库 可以离线或者实时的方式 同步到数据仓库 如ADB Masako或者ADB P集中 从而利用ADB的高性能 大数据分析能力 获取分析结果 最后再将结果通过数据服务 数据可视化等各种方式 呈现或者应用到数据业务中 这里解释一下 离线同步 我们指的是通过DTS 全量一次性的迁移 或者通过D-SQL语句 一次性的迁移 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仍然遵循DMS的 安全管控基础 有效的控制权限 与数据的一个流动 最后 我们借助一个最佳实践 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分享内容 DMS如何让各个角色 分工明确 职责明确 一起来构建 企业的安全 高效的数据库 管理解决方案 管理员的话呢 重点关注在 用户管理 通过使用数据大盘 驱动智能化运维 合理调整流程 进而来提升 企业的一个研发效能 通过推进OpenAPI 与企业内部的系统打通 可以实现一个 统一的自动化运维 比如说 咱们变更的一个统一管理 那同时DPA的话呢 重点关注在 实力的信息维护 以及制定安全规则 和数据库的安全运行 规范保障数据库的 一个性能安全 安全管理员的话 重点关注在 敏感数据的管理 与操作合规 审计体系的一个建设 包括制定数据分类 分级的一个管理规范 数据脱明算法的一个配置 同时呢 协助企业内部 合规审计体系的一个建设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的话 统一了访问入口 不需要在各处跳转 使用不同的数据库的 一个访问工具 那通过DMS一个入口 可以实现所有跟数据库 相互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需求处理 包括权限的申请 权限的释放 以及我们的数据变更的 一些需求提交 以及数据分析 结构变更等典型功能的一个使用 那以上的话 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